109年新北城市杯全国田径公开赛 于4日在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 一连4天全国各地田径好手齐聚 摩拳擦掌争取个人最佳成绩 5号为田径赛事的第二天 公开男子组1500公尺高手如云 国内好手李奇如 台师大曾庭伟 国体大黄威恒 唐伟伦等好手竞速 最后由国体大吴瑞轩 以3分56秒05险胜李奇如 一路保持领先的李奇如 在终点前被追赶过去 赛后表示因三叉神经痛 对比赛有些许影响 但对自己的成绩还算满意 因为我最近脸部这边三叉神经痛 最严重的时候不能吃 不好睡 然后很勉强的还想要练一样 但还是没办法 但是我个人最近的运动技术是提升的 所以我跑步的动作变得比较优美 那也比较省力 所以其实秒数虽然比较慢 但跟预期没有差非常多 公开女子组1500公尺竞争激烈 最后由国体大赖廷轩 以4分41秒92拿下女子后冠 百结好手陈昭俊 脚伤后第一场赛事以第五名作收 下后表示自己还在调整状况 备战年底全国田径锦标赛 因为昨天下午刚完赛三千丈 然后因为前两个礼拜就是扭到脚 然后休息了一整周 然后我现在才刚恢复训练一周而已 然后今天就是想说感受一下比赛的感觉 然后在两个月后的全国田径警报赛 我下一场比赛是在两个月后 受疫情影响 中华田鞋也将今年赛程安排在下半年度 让台湾田径好手有舞台能发挥 年底全国锦标赛也是奥运积分赛 让我们期待更多选手争取奔向东京奥运吧 孙内TV新北报导